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习气太重 不知道要修 所以法华会上说 火柴内诸子文父所说 东西走戏赐富而已 而无初心 就是说不想要出来 明明火柴在烧了 他开示我们说 儿子啊 你们都说我儿子就是弟子了 儿子啊 火柴在烧了 赶快出来啊 东西走戏 继续在里头玩 爸爸 你说什么 火柴还好啊 还好啊 蛮凉快的啊 蛮温暖的啊 明明在火柴内 火柴之内 他教我们 我们也听到了啊 东西走戏赐富而已 东西跑来跑去到处玩 看着释迦佛 看他一下而已 有空来拜一下他 老人家你好啊 保佑我都赚钱 又走了 又继续在东西走戏 又继续玩乐趣了 法华会上就这么讲 法华记就这么讲 有没有 我们就这样 我没有说你们 我说我们 我也是 我说我扎门轮回到今天 对吧 这就是喜气 好 一步一步懂了 我们是要讲净土法门 为什么讲到那里去 你得懂人生 你净土法门再念得下去 懂吗 你得不懂人生 你不懂佛法 你不念佛你就念了 你会念得拉里拉遢的 你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念 从这里讲过来 你就慢慢知道为什么要念 好了 那么这就是人生的样貌 所以我们不是没听到佛法 但是习气太重 就想玩乐 为什么 眼前乐在眼前嘛 修行解脱在未来嘛 哎呀 这一席性这样的娱乐感 太吸引人了 我刚刚讲的猪肠子太好吃了 没看到它装大便的样子 我们就觉得美味可口 我们没看到众生贪爱 贪生吃的财色 灵石碎这些东西的背后的肮脏 你就老爱它 这习性无耻 明明臭的东西你觉得很香 好 那么你就对佛法的理解就开始 不当一回事 因为习性中过佛法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累结我们在这习性当中 太习惯了 懂吗 就像那个厕所里的虫 粪坑里的蛆 你把它放清水它反而会死 了解吗 为什么呢 因为它习惯那么脏 台湾有一阵子呢 这食安问题被挑出来讲 就是放了那塑化剂 其实塑化剂就是一种浓稠剂的 一般来讲的话会用什么太白粉啊 番薯粉啊 也会有那种那种羹 有没有 产生羹状的那种那种感觉 那就是一种塑化感 那么当然不可能用那种 那种东西来做塑化 它就用化学药品来进行塑化 喝起来有稠稠滑溜滑溜的感觉 这就是塑化剂的概念是这样 后来呢 塑化剂不能放了 政府就要求不能放了 很多人买了饮料之后就喝了不习惯 他说什么 没有塑化剂 喝了怪怪的 你看看 塑化剂对身体 一般来讲那种塑化剂对身体都不挺好 不挺好 但是呢 你因为喝习惯 你却又想要加一点 塑化剂 一样好 明明的对你不好 奇怪嘞 你就喜欢 你就不要太生气 众生行性长到这个样子来 这就是我们的样子 懂吗 我现在说的不是说你们了 我说我们 我跟诸位站在同一条线上 一样痛苦 一样觉得很丢脸 很难堪 所以怎么办 寻找佛法的协助 问题来了 听寻找佛法 佛陀是开始侮辱我们呢 可是赐负而已东西总性 听一听我们还是不想做啊 为什么 因为习性更重 重到听虽然有道理啦 做不来 做不下去 或者做个半天 你就不想做 这就牵涉到众生难度 习气深重的问题了 先说众生有苦 接着说四尊出事 利益众生要我们离苦 接着再说众生虽然想离苦 也听懂道理 已经很不容易了 比外道还要强了 听懂佛法了 但是习气太重 接着再说 虽然习气减少一点 耐性不够 跟气不足 休这么两天 休这么三天 当当 累了 一天打鱼 十天晒网 我们懈怠 有没有 有没有 更别急 我们还造了一身业 业障鬼呢 他不会让我们就这样 开释误入 解脱掉去 不会 为什么 你欠他的债啊 懂吗 你要解脱 那他怎么办 你说你爱我的 你怎么可以就这样子 就解脱了呢 不管 死拉着你 不让你去 你看有人的老公 一辈子念佛哦 他老婆呢 都放他自留自在 把他老公放生了 但恰恰很倒霉 临死之前 他老婆哭天抢地 这个就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趋势 念佛念得很好 想要往生极乐 躺在那了 已经准备迷流了 哼 他老婆平常没事 突然间悲虫生来啊 就是对着他哭 对着他 老公啊 你死了吗 怎么办啊 你怎么那么糟 就这样 结果他躺在那 看着他老婆的鼻孔 心酸起来 死掉那一刹那 马上投身成 鼻孔中一只虫 他老婆继续哭 因为没死没哭 因为看着死了更哭 哭了哭了哭了 就累以为是鼻虫在那 他就累以为是虫 丢在地上想把他弄死 一个老和尚在旁边看到 刚好赶到 看到 不要动 那是你老公化身的 你把他这一哭之后啊 他情绪 本来要往生的正面 被你毁了 被你给毁了 结果就贪爱 你看看 生贪爱 复兴一场 难免生贪爱 这一贪爱一起 那又看到你鼻孔 他就以鼻孔为所源 贪爱 那就化身 终于一只虫 他就把那只虫抓在手上 就跟他说法 并且呵斥他 不应该动摇 说完之后 他生惭愧心 醒过来 他一脚踩死他 头身 肌肉 散除血 就是 这在那个这个 尽属圣贤路 还是什么路当中 有讲到这个故事 你看看 临终有业障 看到没有 你不要以为你念佛很好 平常大家 寝水不犯河水 老公老婆 各自过日子 好像没什么 没什么感情的羁绊 不是 临终的时候感情羁绊 为什么那个过去的业力习气 你习气没消 业力不断 那么好 那么就这样子呢 你看你过去的习气 也是麻烦 所以习气跟过去的业力 不是习气 过去的业力 过去的习气 过去的业力 都会阻挡你修行 这就是 佛法那么好 为什么我们东西走戏 赐福而已 听着听着 还是修不上来 听到这里 已经渐渐懂得了 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众生能修的根性 跟佛法被你修的这个 这个两者之间 有一些距离 对不对 懂不懂啊 要你离喻 要你高超的修行 要你出三界 啊 业力太重 习气太强 动不动就懈怠 结果修成 经上有这么一个比喻 他说 他说啊 众生 在今生 你看到的业力习气 就像那个冰山的一个小脚 海面上的冰山小脚 一点点 那个恶业习气 真正内容背在身上的 就像那种海面下的大冰山一样 好大一块 即便是你修了那个表面上面 那个冰山 那一脚把它修断了 它照样又扶出一块 照样又扶出一块 懂吗 那么我们的修行力量有多大呢 前面那个打火机 那么大 你拿那个打火机 要融掉那个大冰山 你融吧 你融吧 融掉三分 又凝结五分 这就是众生修行的样貌 是这样 边修边造业 边修行边增长无名 因为我们能修行的力道太弱 靠自己修行的力道太弱 就像那个小打火机一样 是啊 是能融冰山啊 有在融啊 融得不够快 不够强 不够直接 融到一半 你看打火机打开来 你看你能按多久 你手会烫啊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比喻就是说 你修行的专注力 恨力 恨就是有恒心的恒啊 那个恒心力量太弱 你撑不久 哇 这个情况 就会造成什么 造成你难修 也懂道理 也难解脱 就算有方法也难解脱 这就是修其他一般佛法 泛泛佛法的力 的样子是这样 所以我们也在修啊 我们做实善事业啊 我们也在做布施啊 我们也在做善事啊 我们也在诵经文法呀 但是怎么烦恼还这样呢 我怎么还看不到我解脱的可能呢 我怎么还看不到离三界的未来呢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业力息息太重 大家听懂吗 这个时候佛有特意方面 特殊的方面出现了 懂吗 为了这样 你还是得度啊 他老人家有了新方法 这个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净土法 所以宗派那么多 为什么净土法门在末法特别的被推崇 理由就是这样来 这样知道吗 你要知道 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呢 他先告诉你说 你呢 这个 这个有 有解脱的需求 因为你看你在苦中 那你如果不知道苦 你的造罪 现在名为人呢 都在危机边缘 六道轮回 是众生的样貌 而六道轮回中的顶端 那就天人 天人分三类 寻界色界无色界 这三类 这三类呢 无论哪一类 要不就是五欲 还很赤胜 享受这个 这个五欲自在 享受完了 福报尽了 堕落人 乃至于堕落树生 那这就好像什么 这就好像说 你并没有得到一个 一个事业说 永远能够保证你赚钱 现在能赚钱 不保证未来赚钱 乃至于现在正在赚钱 你也正在努力的花钱 乃至于最后是根本没时间赚钱了 你剩余的那些钱呢 都在努力的享受当中 那么总有一天坐吃三宫 一试用不完 下一试也会用不完 而且你这一次如果这样子花钱 花习惯 下一次 好吧 就算你还有福报 你下一次还是做富二代 那么你呢 就越花越自在 越花越不能够努力赚钱 这样你很有意思吗 不习惯花钱 不习惯赚钱 我们做人的时候 我们善恶心是参半 善恶参半 造恶一半 造善一半 这是做人 但是呢 如果你这一次多做了一点善 把那个善力量加大一点 天平就往那个善那边倒 结果你下辈子不懂得修行 那你下辈子就投胎去善 人间还要在善的地方 那哪里天道去 天道 我们就六道 天道 人道 恶鬼畜生地狱 那么天道当中 还有一个叫做天修罗道 一般我们讲修罗道是指天修罗 其实五道都有修罗道 修罗道有时候不成为单独一道 但是孤立的把五道中的天修罗 独立起来 叫做修罗道 虽然有时候讲六道 这样听懂吗 什么叫修罗呢 修罗就是女人很庄严 长得很美 男人呢长得很魁梧 然后是凶悍 那么他们共同的情况就是 都有福报 可是脾气很差 人格脾气修养不好 性格脾气修养不好 心是善念的哦 你看有的有钱老板有没有 有的那个有钱的老板 有的啦 不是全部 脾气很大 是吧 他也会行善 脾气也很大 也会行善 也有福报 可是呢就是脾气大修养不太行 但他那个你说他修养不太行 他也不是造恶的那个情况 懂吗 这个人每一修养他不一定要造恶 他也会造善 大概是这一类 这一类的 当他福报大到跟天一样 可是呢 这个道德内在的忍辱修养 性格的柔软修养差 可是呢有钱啊 有钱就是任性 懂吗 是这样 讲话啦 做人态度啦 就怎么样 他说了算 老子有钱不然怎样 这样懂吗 他这一类的 他脾气不好 他脾气不好到什么程度呢 他自己坐在那里 不用照镜子 自己坐在那 坐着坐着就气起来 你不知道他气什么 这样 那么女生呢 女生的话就是 他不一定脾气差 但他焦了 焦重一些 他也行善哦 有福报 他也行善 焦重了些 整天就搞美美的 你有啊 就是搞得美美的这样 看看 看看有没有什么爱情故事发生 是这样 然后呢 也是很富有 这是天修罗的样态 天修罗的样态 还有啊 他也 他也在佛弦共花 共庄严的事情 所以呢 脾气也不太好 可是照说脾气不好 应该长得丑啊 对 他是什么 焦厌中带丑 好怪异的说法 焦厌什么意思 你看看那个 一代女王 有没有 那个女王 有没有 那女王还是凶悍起来 很凶的呀 对不对 但是呢 他有钱 有势 每天晚上都上好的什么 念夫 在敷礼 所以他能够保持基本上皮肉的青春相貌 长辈也会太难看 他生气起来 哎呦 很吓死 有没有这种女人 有没有啦 搞不好你自己就是 是不是这样 这一类的就是天修罗女的状态 懂吗 他极端的有富贵句 他就从人 咚咚咚变成天修罗 就是这样 也是很凶的呀 他对老公 对其他周边的人 他也是很凶的呀 但他这种凶 焦慢凶 他不是说 没事在那里 怎么样 照恶 然后再来他也修福报 福报当中还具有外表的福报 你要知道 有人都长得很抱歉 什么人看了什么人不怕 做生意也失败 是这样 英国有一个研究 他说帅哥美女 在应征工作的时候 机会都比那个相貌平平的人 多三分之一 比那个长得很抱歉的 多三分之二的机会 为什么 那就是福报那就是福报的一种 那听懂吗 那也是一种福报 这个难说啦 不要说太多 因为造成你们的自卑 就不要说太多了 人可能自卑 人很难对自己的外貌满意的 因为你对自己的外貌你最清楚 懂吗 那很难满意 所以就少说一点 还是比较比较迟边一点 不过就是天修罗就是这个状态 他就是有天福没天德 是天修罗 有人福没人德 那么就是什么 人修罗 人的德 他有他的柔软啊 为他人着想啊 悲悯心啊 等等这类的 天人不需要悲悯心 因为天人都在乐当中 没有苦 但乐不苦 所以他发展不出悲悯 我说天 一般的天人 菩萨事件在天上 他还是行菩萨道的 那就不同 懂吗 一般凡夫的天人 他在那里会耗掉 很多天福报 天上的福报 他又不能够修 修善 天人大家都很舒服啊 了解意思吗 每天都在比谁庄严 谁自在 谁玩得快乐 每天都在这样干 你说他怎么样发展慈悲 很难 他做成天人就很麻烦 有个故事我常讲 就是说那个有物件 摄利佛的弟子 那么叫做师婆 他就是医生 齐婆啦 齐婆是医生 那么他因为在世的时候 都医出家人医了很多 后来往生的时候 天福报太大 升到天上去 可是他没有 他不懂得念佛 他不能求生极乐 升到天上去 升到天上去 有一次啊 人间得了一种病 很难医 很多出家人 也生病了 很难受 摄利佛才想起说 他这个齐婆呢 现在升到天上去 很有福报 要不就找他再来 悬浮祭祀一下 这样 好了 他是 摄利佛神通很广大 虽然说神通第一的是物件连 但是摄利佛神通 解不雅于他 智慧第一 他就升到 他就飞到天上去 天上去就用天眼这么观察 看他弟子在哪 哪个国度 哪个角落 哪条街上 会过来 他做师父的人 不能直接去找徒弟 一定要怎么样 弄得不期而遇 不期而遇的时候呢 好让弟子们看到 师父你来了 这样子 你懂吗 我常常在台北 遇到那老太太 我也不认得她 她认得我 师父 我看到你了 他要 他的捷运也这样 你知道吗 搞得好尴尬 师父 我看到你了 还看了还哭 你知道吗 旁边人说 哎哟 这师父怎么回事 然后就 拉着我 说 塞给你 一千块 他当然没带红包 他就怕你看到 他就直接塞在你口袋 哎呀 超尴尬 有一次我坐在那个 坐在那个 我要整理那个身袋 拿东西 我就坐在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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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那个百货公司的门口那里 在那里整理东西 就一个老太太走过来 蹦丢了两千块给你 她以后我在那里画园 哎呀 这实在是 他就是遇到这种老太太 但是师父 他也要有师父的格嘛 他不能跑去找徒弟啊 他就在那里等 哎 没过来没多久哦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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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队什么 天人马车队 也就是现在讲的哈雷 机车 你懂吗 他们飙车族的来了 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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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好高兴喔 在那呼喊 呼喊 呼喊 好高兴 或者好高兴啥子 然后就跟 对着他师父 他站在地上 天上的地上 讲这个 嗨 继续起过去 就这样嗨一下而已就起过去 圣地佛尊者说 哇 发生什么事 他在人间的时候对我这么恭敬 他今天能够在天上 能够在天上想着天福 也是我 设立佛 教他佛法 让他行福报 他才能在天上 我现在从人间搭高铁 换了几个班机 来到了天上来找他 他居然连停下来都没有 还举个手而已 他在那边问一下 师父这么远来又干什么了 当然阿洛还不会生气 不过事情要办 他就用神通伸一只手 伸过去 把他马车给拉回来 他还在乐当中 无所谓 好高兴 但不是高兴什么 西伯 他就跟他讲说 喂 你知道我是谁 我说 师父啊 他说 你看到失误 你怎么停下来啊 他说 西伯就说了 啊 不好意思喔 我们刚刚那个车队 您有看到 他说 对啊 除了我是你徒弟以外 其他人不是都也是你徒弟吗 世伯就说 那个 世伯就想 诶 对啊 我专心要找你 其实其他人都是他徒弟 他说 对啊 他就说 我们天人已经变性了 天人的责任就是享乐 每天醒来就是享乐 你看你的徒弟当中 整个车队都是你徒弟 有跟你举手的 有哪一位 嗯 对哦 只有你 又唱起 Only you 又唱起这个 只有你嘛 对啊 只有我 我算是很恭敬师父 在这么快乐当中 我忍住五秒钟没快乐 然后跟你说 嗨 师父 你好 我看到你 其他的师兄弟 快乐到没时间 没精神 来不及跟您打招呼 天人这么惨 这样是很惨 连思路都可以怎么样 忘记他的恩德 他不是故意的 他不是好乐 太享乐 太享乐 那种乐是五欲之乐 自在之乐 所以大家都这么乐 你怎么修菩萨行 怎么修慈悲 怎么修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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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 所谓的悲逆 明白 那么就这样啊 他就跟他讲 那么你能不能回人间 帮忙怎样怎样啊 看这些弟子的病 他好像有说了一些说明 但他没办法再回去 他当然也不是要带他回去 他在天上就天上的人 他还回不去 天人没办法在他人间 师天亡天一天啊 人间五十年 再来 人间的恶臭 上充两万里 就一个天人来闻人的臭 人间之臭啊 是比我们人在闻那个粪坑的 那个粪 粪堆之臭 还要臭 臭两万里 两万 所以他根本来不了 来人间 比人 天人来人间 比人掉进粪坑里 还要难受 太臭了 我们人太臭了 对他来讲太臭了 我们身上是用帽 帽出那个臭味来 比那个臭鼠还要臭 在他们的感觉是这样 我们说啊 每天洗眼澡就很干净 正在洗澡就在臭 你如果有禅定 你去观察 身上的毛孔啊 全身一直在冒 臭烟 蓬勃 所以天人都看得很清楚 吓得吓死 明白了 他太清净 有福报太大 这样懂吗 就好像说有福报的人 不会去跟你挤高铁一样 他坐飞机也非得坐头等舱不可 他只要去坐到一般的 不要说经济汤 他只要坐到商务汤 他就觉得快晕倒了 我有一两个居士 还有出家人 出家师傅 男重女动都有 他没办法在台北过生活 他没办法去搭公共交通工具 他近乎没办法 为什么 他说他只要到那个密闭的高铁 他就觉得好臭啊 他觉得这样 他光远远看这个人 无论男人女儿就觉得好臭 这人也很辛苦 他适合去做天人 但是他又没有那个福报 他卡在中间 在日子也很难过 那么这一类人 天人是这个状态 你说怎么修慈悲行不可能 他怎么自我修行难 只有菩萨 寄居在天上 他是福报既大 智慧也大 他不入人间 他就会驻天上 但也有菩萨在恶鬼畜生地狱 六道都有 那就是他的本愿所使 这样懂吗 人间当然也有了 人间当然也有 是这样 在他们来看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什么意思 度一个人跟度一条狗 在他们来看价值是一样 所以他在人间也好 在地狱也好 我们看是委屈 你菩萨在地狱 或者在畜生道 度众生 在他来看是一样 都是一个生命 生命是很平等 人跟狗怎么可以一样 人跟狗当然不一样 就像你站在地球上 你站在地球上 地球上哦 你来看喜马拉雅山 八千多公尺 八千八 跟看台湾的玉山 四千多 足足差了一倍 足足差了一倍 三千多啦 三千多快四千 足足差了一倍 那么高 但是如果你在在月球上 看地球的山 哦 一样高 对吧 因为你的高度太高了 我们来看畜生 跟我们人 看起来差别很大 对不对 畜生四只脚 畜生 什么都不懂 不懂佛法 对你懂一点 是 在人的角度来看 到菩萨的角度来说 众生所做的 跟人所做的 那个欲望所求所追 本质上很 其实是一样 只是我们会装点美化而已 这样听懂意思吗 动物也行饮 人也行饮 动物也吃 人也吃 动物排泄 人也排泄 只是人多了一点羞耻心 掩饰一下而已 这样懂意思吗 动物自私 人也自私 甚至于有时候动物还比人 有爱心的都还有 这样听懂意思吗 所以说 人 都太自我了 看 所以菩萨是普遍在六道中 均匀 不是均匀 就是普遍在六道 随个人的业力 愿力 随各个菩萨的愿力 他六道都有 在他来看 众生是平等 我们人才会觉得说 我们高 可是就修道来说 人确实相对好修 理由是 因为善恶君都有 再来苦乐参半 再来乐 不是乐到像天人这么乐 苦不是苦到地狱恶鬼出生 这么苦 所以他就忠庸了一点 因此看苦中有乐 乐中不忘记有苦 所以在安稳中仍然有 痛苦无常 在经历自己 所以他懂得去修道 所以我想大家都懂这个道理 那既然是这样 这六道当中 就人道只是相对好修而已 他并不是绝对的 说有优势 可是作为人 能够往上往下 他就是平衡的 人道他是中优 善恶是一半 生而为天 就是善增加了 在人的位置上 他善增加 他才有机会行善 动物 有没有机会行善 有 两个多 机会不高 机会不高 你看哪些狗 野狗在新加坡恐怕没有野狗 好吧 就算有野狗 你哪时候看到野狗成群去念佛的 没有啊 野狗组成念佛团 组成祝念会 不会啊 对不对 野狗单只跑来跑去 整天就淡念水草 不知其他 对不对 是不是啊 但人可以 人怕自己堕落 怕自己懈怠 会组织念佛 会组织学佛 会组织道场共修等等 对吧 不一样 所以人容易行善 但人也比其他动物 其他天人地狱恶鬼出生 等等容易造恶 你们要看地狱是恶哦 没错地狱是恶 但地狱的恶呢 是受罪之苦 他地狱不叫恶 地狱里头没有恶人 因为每个人都是恶人 都在享受什么 享受三温暖 享受生恶的按摩 由刀子在对他做按摩 三温暖 享受什么呢 油锅跟他炸 他没时间造恶 地狱里头再也没恶人了 因为恶人去那里报道之后 都变什么 受苦之人 他不再恶人 他不会再造恶 为什么 第一不敢造恶 第二没时间造恶 专心受苦 恶鬼道呢 恶鬼道就是饥饿 整天就是 少分有天福的恶鬼道 就变成了我们一般讲的神 神跟恶鬼道 距离是很近的 有时候是混到一块 有天福 恶鬼有天福 天福道高到很高的时候 近乎修罗道 他就做神 他就做神 很多的神 他脾气也是很大 你要请击起来 他脾气也很大 那就是修罗行 他是一个模糊地带 他是这样 这个就有机会做一点善 但是呢 也有限 不像人 何以故 人的因缘复杂多 各种苦难都有 你行善的机会跟方法 非常之复杂 做医生可以行善 做企业家可以行善 政治家可以行善 任何的人间的人 乃至于你有一点钱 你都可以行善 因为世间苦人也很多 苦相也很多 甚至于世间的畜生也很苦 世间的恶鬼也很苦 都只有人 听闻佛法 修行佛法能够行善 或者是不听闻佛法 他听闻其他的外道法 他也能机会行善 所以人呢 就造恶的机会也有 造善的机会也有 这人是很特别的一道 这样懂吗 刚刚讲恶 地狱恶鬼畜生 都不太容易造恶 也很不容易造善 虽然少分的恶鬼道 有机会造恶 有机会造善 但他能造的范围 也没有人类那么多元 那么样子的普遍存在 这样听懂吗 你知道的 也有那些鬼道 比较低阶的鬼道 鬼也会杀鬼 鬼杀鬼 就要看他的业力 也可能鬼就变成去畜生去 也可能堕落地狱去 也可能继续做鬼 也可能 鬼也会有流氓 流氓鬼也会有 这样知道吧 那个鬼不是西方讲的 鬼才不是 鬼其实就是像人一样 的一种生命样态而已 这样知道吗 不是那个看起来吓人的叫做鬼 不是 不是 极大部分的鬼 长相是跟人一样 他的生活样态是跟人的 几乎是一模一样 这样了解吗 但是他的福报 普遍稍微低一些的多 但是也有强大 高的 可是呢 他修行的机会 基本上相对低 相对弱 跟他的暴体有关 跟他的夜暴有关 那么这个呢 就很 鬼道是最复杂的 那好 那么总而言之 这样你就听懂了 就是人道 行善 行造恶 都是很有大力量 造大恶的也在人道 造大善的也在人道 那么你如果身为天人的话 你就造大善而去 将来你就享受天福 天福一尽啊 你剩余的那个恶 就会拉你到恶道去 这样懂吗 所以叫天福享尽 还堕恶道 结果这叫做 这叫做三四冤 今生做人 修天道 真的修成功了 去第二代 去第二次去做天人 天人想了 你在做人时候的福报 想完了之后 就堕落到恶道去 第三四就冤了 就冤 感觉很冤枉 很冤 也叫三四冤 第三四就觉得很冤 就说啊 我怎么在这里 莫名的 因为天福把你想尽 所以天上一直在享福 你连停下来不享福都不行 酒肉朋友整天约你喝酒 你呢 钱财很多 你也没有生意可以做 也不需要你赚钱 大家都在花钱 你的生命当中没有赚钱 这回事 那么只能够花钱 花到尽 准备去堕落 天人就是这样 想修福报的机会也不大 这样了解吗 在这种状态底下 天道其实是危险 我说过除了菩萨 视线为天人以外 一般人在天道上 其实相当危险 就在什么 坐吃山空 这样懂吗 那我说了 人道以下的恶鬼畜生地狱呢 乃至于修罗呢 造 不一定造大善大恶 可是就停在那 耗掉你的苦而已 再受苦为多 恶鬼到基本是受苦的多 有少分的恶鬼是有福报 这少分 少分 除此以外 他都受苦多 即使是你是有福报的恶鬼 你每一天 每个某个时候 也会再受一次的恶鬼的苦报 还有他自己的苦报 就像人 人会有那种老病 病之后 那病得很难受的那种苦报 有点一样 恶鬼到的苦报 也是这样 也是如影随形的 虽然只有少分 有福报 他造的还可以行点善 但量也不多 好 这样讲起来真的是人道好修 那么人道虽然好修 那么如果你就以人道来讲 自我解脱 OK 理论上这也OK 这就是所谓的生文人 生文人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世尊跟他讲 就像讲到现在一样 我说人间有苦 你说有苦有苦 那你懂了有苦 那就有苦 有苦怎么办 疗苦 疗苦怎么疗 我自己来修疗苦法 那也就我自己修 我来疗苦 我自己疗苦 那么你 我告诉你怎么疗苦 但你要是以修 我无能力为你 为你的生死 努力些什么 奋斗些什么 我没有办法 这样 我能活得好好的就好了 有的师傅会愿意去住深山 愿意去住小公寓 你让我能呼吸就可以了 不要叫我杜众生 我剃这个头穿这个架纱 好好让我活着 把架纱穿到往生就可以了 不要再叫我住食道场 太辛苦了 宁可管一连的兵 也不要管两个和尚 和尚都已经死了 爸妈恩爱 他谁也不怕 很难管 对 和尚不是用管的 初家人不是用管的 初家人是用感动的 是用招感的 好了 那么所以说 有人是这个性格 这个性格就叫身闻性格 治了的性格 自我了托的性格 有时候给他讲一个 小车子的性格 车子只能够运载自己 从生死案到涅槃案 这叫小秤性格 我们大家都懂 你们听过这个道理 那么对这样的人 还不是净土法门的目的 那才特别 也不是佛陀出示 所谓开示 误入 佛之之见 的那个佛的之见的目的 佛的之见 不是要你治疗 虽然治疗已经不错了 干嘛 好歹我不用对你负责 好歹我不用再去度化你 你能够自我咬脱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你这个人算不错了 自己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我就不用再担心你 对吧 所以佛陀接受这种弟子 这叫赐了弟子 小胜弟子 佛陀甚至于说 这也是佛弟子当中的一类 佛陀也在很多的经典当中 不一定叫做赞叹 就是说带领他们修行 他并没有赞叹生文法 但是他说赞叹这类修行小的弟子们 何以故佛陀非赞叹不可 为什么 因为这类人不会发心利益众生 不是他恶 他的性格如此 他的性格为什么如此呢 来我们来讲一件事 千古的弥案 对大乘人来讲 很多人也不一定答得上来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学过为世的人都知道 为世学都知道 为世当中有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说有人是不能成佛的 无佛性 无有种性 他是不具有佛性 不是一场题哦 一场题叫做断佛性 是被你断掉 他不是 他是没有成佛之性 但他能修行吗 他叫做修生文法 他一生只能修生文法 他就没有佛种子 没有菩提种 在相当多的经验当中 比如说菩萨第十经 菩萨第十经 里头就提到这样 他说他是种性 就是生文种性 不是菩萨种性 那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我们大乘佛法 一般来讲 都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你知道这句话 也只是出在某些经典 也不是所有的经典都这样子 我刚讲 菩萨第十经就摆明了 跟你说有人就不能成佛的 不是他造恶不能成佛 是他没有成佛种子 没有那个种性 什么叫没有那个种性 他天生知道自己的苦 他乐意断除自己的苦 他也很负责任的断自己的苦 但 就是发不起 为别人断苦 大家想法很简单啊 哪有那个自不断苦 能断他人苦的 我们在很多经典上 也看到这种说法呀 自不断苦 而能断他人之苦者 无有是处 佛陀也赞叹过 也讲过 也承认这句话呀 那如果这句话是对了的话 那大家都得先修自己才对啊 不断了 不断了 所以呢 很多人会拿着一切众生 借由佛性来问 某一些学习 为事学的人来讲 他说 都跟他讲 你们怎么为事当中 有人认为 有这个概念说 有那个无佛性众生 他能治疗 他能修行 但是他不能成佛 是无佛性 那要为什么 那么古来的古德啊 他会这样讲 他说教法不同 或者是立场不同等等 其实呢 这都对 但他真正的理由 可以汇通的 事实上是 确实是 涅槃经 世尊在涅槃经 说到一切众生 皆能成佛 你要知道 涅槃经是生为 世尊入涅槃 说的经 无论你身为人 再怎么样子的不愉快 听了不愉快 但就大乘的立场来说 他就是佛最后说的教法 你要知道 人类也一样 任何众生 心同词理 普天之下都是 人同词心心同词理 什么理呢 就是 你入涅槃 人的说法 是说最重要的道理 世尊在你入涅槃 涅槃的所说的 涅槃经 当然道理是最重要 他就明白了 说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但是你知道吗 在中国佛教 传入佛教的 前三四百年之间 在道生法师 道生法师在西元 三百多年的人 我没记错 三百多年的人 再查一下 我记得三百多年 那个时候的他 面对了整个 中国佛教 无论是南方 江南江北 几乎一面倒地认为 有众生是不能成佛的 怎么敢这样 中国人自己没有佛经啊 他不能自己乱讲的 他一直依经典说的 当时有一部很重要经典 已经翻译了 就是《地词经》 他就明白了 展现出这个道理来 他是在讲菩萨法 但他告诉你说 有那个就是不能做菩萨的 没种性 懂吗 佛陀居然也在很多经典当中 承认或者间接承认了 这样众生 他就是只能修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课日期 12月7日起 每周三下午1点至4点 地点——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86-5号 招生对象——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学生 报名电话——049-256-1311 049-256-1311 南投分会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意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大家好 我是罗一君 10月11号起 指挥中心以医专家建议 开放18岁以上成人 都可以接种次世代疫苗作为追加剂哦 特别是有糖尿病、癌症、中风 或心、肺、肝、肾等慢性病的民众 强烈建议追加一剂次世代疫苗 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重症与死亡的风险 次世代疫苗是针对今年流行的 Omicron病毒株设计 保护力更好 更能预防目前BA.5和新兴变异株造成的威胁 不论有没有慢性病 接种前都会有医师评估 确认身体状况稳定 再安排接种 接种次世代疫苗 提升自我保护力 NAMU SATAN DO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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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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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